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但在十岁之前我以为我不是 妈妈说出生时我是全家的希望 他们期盼我能有一双漆黑明亮的大眼睛 然而从他们看到我的第一眼起 希望就变成了绝望 因为我的眼睛是蓝色的 出门的时候小朋友们都在背后叫我小瞎子 在那个时候我就像一只潮里的小鸟 想飞可又害怕外面的风雨 我折了许多许多的金纸鹤 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像他们一样 飞上天空 然而当我望向窗外的世界 却只有一片黑暗 但是就在那片忙碌的黑暗中 我看见了一与希望的光 那就是音乐 那是一个秋天 风那么缠绵 让我想起他们 那双无助的眼 我听到一声音乐 我听到一声巨响 震撤山河 就是那个秋天 在看不到爸爸的脸 他用他的双肩 托起我重生的起点 黑暗中泪水 黑暗中泪水 沾满了双眼 你不要离开 你不要离开 不要像海 黑暗中泪水 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作业 留下我在这陌生的远世界 不知道未来 还会有什么贡献 我想要轻轻揉住他的手 慢慢告诉我希望还会有 看到太阳出来天亮了 我看不到爸爸妈妈就这么作业 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作业 留下我在这陌生的远世界 留下我在这陌生的远世界 我愿为他建造一个美丽的花园 我想要轻轻揉住他的手 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 看到太阳出来他们想要 天亮了 天亮了 我们先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四位嘉宾主持人大家好 我叫朱宇童 今年我11岁了 我来自长春 你眼睛是有点不太方便是吧 我右眼睛是0.01的视力 左眼睛是全毛 这是天生的吗 右眼0.01是个什么概念 比如说你看得到什么 就是大的东西 所以离远一点能看见一个影 歌是谁教你的还是自学的 学过我的老师是国家一级演员江小波 有人专门教的是吧 喜欢唱歌吗 喜欢 为什么 因为音乐就是我的希望 音乐它能给我带来快乐 给你带来快乐 除了唱歌之外 你还会有点别的吗 我会钢琴 短笛 非洲鼓 威风锣鼓 还有折纸 还有盲纹 我天哪 你会这么多呢 你还让人活不活呀 你跟我们再展示一点别的好吗 我带来短笛 吹一个灰动翅膀的女孩 好 好 好